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方面下跌了0.6% 深圳方面则下跌0.8% 两市的话均在上周五个交易中出现了三天的下跌 其他方面欧洲股市在周五晚上的时候下跌比亚洲盘还要多 其中德国是跌了2.27% 法国跌了2.4% 英国同样下跌1.5% 而美国股市在上周五的时候一度是曾经出现大跌 但是在收盘前最近最终是被顺利的拉回 非常惊醒的最后收盘三大指数两涨一跌 其中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出现上涨 而道琼斯指数则有0.3%左右的下跌 在股市以外方面黄金价格在上周五是上涨了1.4% 回到1323美元 油价则轻微上涨0.4% 目前收盘大约是在61.25美元 另外比特币价格在上周五的时候上涨了 在上个星期累计上涨11% 目前的最新报价大约是在11400美元左右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就来说一下的就是现在欧美股市的二次回调 以及现在这个比特币的稳定上涨 我们应该来说2017年这一路上涨的日子 在股市中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在2018年仅仅从2月份开始就出现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下跌 那么注定这2018年将会是一个波动之年 那么在过去的一周的交易日中呢 我们看到欧美股市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美国股市在上周日有三天时间连续出现超过250点的下跌 欧洲也是一样从一开始的0.5%下跌到上周五出现1.5%甚至于2点几的下跌 那么由于他们当时在第一次下跌中 我本人的观点是并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当时给出的判断是经济方面没有太大的负面消息 主要的经济数据都在上涨中 第二呢这个下跌的速度比较快 因此我们判断很有可能它是一次快速下跌之后将会迎来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但是在第一次下跌反弹结束之后 目前第二次的下跌并不是那么快速猛烈的下跌 而是呢我们叫做的缓慢的阴跌 就是每天跌一点跌一点跌一点 对于第二次的下跌我想呢跟大家说我们要引起高度的警惕 因为第一次的下跌上上拉上去之后可以当做没发生过 但是如果第二次并不是门链的下跌 像现在这样的缓慢下跌 慢慢的逼近支撑线 这对于投资者来说 第一消耗掉了大量的看涨耐心 第二呢也是说明目前的投资者在市场上不急于的进场 也就是说大家对于看涨目前持的怀疑态度 所以从这个图形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美国道琼斯指数在第一次下跌之后 是快速的拉伸至两万六千点不近 现在呢在过去的一二三四五五个交易日中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跌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一旦跌破了这个我们说到的两万三千七百点的关键支撑线 如果是收盘收在这个支撑线以下 那么美国大琼斯指数呢很有可能会有更大的跌幅 那么说一下第二方面是中国A50指数 我们知道A50指数呢一直以来呢 也是亚洲盘的一个主要的指标 之前也是一波大跌之后呢快速回拉 但是现在面临第二次的下跌 目前是在一万三千二百点附近 一旦跌破我们说到的关键支撑线 大约是在一万两千九百点 一旦跌破这个一万两千九的话呢 将很有可能发生更大程度的回调 所以说第一次的快速下跌 我并不担心 但是现在第二次的阴跌 或者说是连续缓慢下跌 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击梯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是大家看涨这个欧美股市 看涨A50的我们要暂缓 或者说呢目前暂时不要去考虑 低这个抄底 那么说完了这个股市以外 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数字货币 我们知道呢这个比特币价格啊 在三周前最低价曾经到过六千美元左右 之后呢缓慢回升至一万美元 目前的报价大约是在一万一千五百左右 那我之前跟大家说到呢 比特币和以太币目前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数字货币的存在 它更是成为了一个数字货币中的价值标杆 那么以前我们知道发行新的货币融资 融的都是美元啊人民币啊或者英镑欧元 但是现在新数字货币发行融资融的都是以特比特币和以太币 如此一来的话呢就像我在之前评论这两个产品这样 比特币和以太币就成为了数字货币中的一个合法的国际交易法币 它把自己呢定位于啊这个数字货币中的美元或者是黄金这样的硬通货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比特币也好以太币也好 它的价值就要尽量的保持恒定尽量避免出现重大的上涨或者是下跌 涨缓慢上涨没问题但是要避免大跌 因此如果各位真的想要尝试数字货币 那么比特币和以太币这样的特性使得呢 它的风险或者说它的波动性要远远会小于其他的数字货币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赶点时髦啊 对这个就零后啊零零后跟他们谈话的时候说 哎我也接触过数字货币啊我也不是那么落伍 那么如果你想接触数字货币首选的产品我跟大家说到 依然是比特币和以太币不论从风险从波动还是从市场占有率来说 一定要选行业中的领头羊这是我个人一直以来所持有的观点 好了今天呢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晚上时候8点30分美英国首先发布他们的这个服务业PMR 到了晚上凌晨2点钟是美国发布他们的非制造业PMR指数 因此到了晚上英镑和美元将会比较波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国马克思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